我是小林子 今天来说一个妹子报复强奸犯的故事 当法律面对某些坏人无效的时候 就只好妹子出马了 总之坏人都得死 而且要死得惨绝人寰 故事紧接2010版坟墨2的剧情 没看过也没关系 我简单说一下 妹子一个人去乡下搞创作 结果被几个人渣强奸并各种蹂躏 妹子跳河大难不死 最后将所有恶棍一通爆杀 原版复仇 好我们回到本篇 妹子经历了这么多恐怖的事情 有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毛鼠毛脚 立马自动脑补 怕她碎尸万段的场景 也不知道是妹子长得太漂亮 还是运气太糟 早上起来跑个步 都碰到几个劫色的 可是这是在公园内有没有搞错 妹子不搭理他们 便迅速跑走了 这天啊 妹子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 去参加了一个集体治疗 这个团队里面 都是受过暴力性伤害的人 有悲剧男 嘴炮女 乖乖女 在这里 妹子和嘴炮女最聊得来 两人观点一致 遇到坏难 就应该以暴之暴 搞那些假猩猩的自我安慰 只会让坏人越来越嚣张 乖乖女也讲了自己的经历 继父是个禽兽 经常趁母亲不在的时候 猥亵自己 更可怕的是 这家伙稳装的特别好 当她告诉母亲真相的时候 母亲竟然不相信女儿 这样的母亲 应该拉出去打个几十大板 妹子和嘴炮女 决定替乖乖女出口气 尾随乖乖女的继父 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上去就是一耙子 最后警告她如果再扫扰别的女孩子 下次会来更狠的 这件事情过后 乖乖女说肌肤变了很多 对自己和蔼起来 这天嘴炮女说自己要去找人渣 前男友小辫子 那些东西 没想到这一去 两人竟成了永别 本来约好了周四 一起去喝咖啡的 结果却传来嘴炮女 已经挂掉了消息 这件事成了妹子 暴力小宇宙爆发的导火索 警察小哥过来了解情况 悲剧男对时失控 原来他女儿当时被强奸后 警察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们以没有证据为由 放走了强奸犯 强奸犯此刻仍然逍遥法外 所以他对警察一点好感都没有 直接摔了椅子走人 妹子把嘴炮女去找前男友的事情 告诉了小哥 小哥说嘴炮女以前 确实打过不少控诉家暴的电话 觉得吧 这件事情和她的前男友 肯定脱不了干系 过了几天 妹子居然在报纸上看到 嘴炮女的前男友 无罪释放的消息 警察这次又说没有证据 只能如此 妹子这次怒了 如果总是靠着这些无能的警察 估计真成了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了 于是他便直接开始了复仇之法 系好了皮带 戴上了刀子 浓妆艳抹来到酒吧 通过色优小辫子 把他引到了一个死胡同 开始了第一个虐杀 场面有点吓人 总之先让他断子绝孙 然后乱棍打死 等他再次来到团队治疗的时候 乖乖女又在哭诉 他肌腹现在又开始继续他的恶行了 妹子一听 真是狗赶不掉吃屎 看来必须对他进行真正的惩罚了 下班后 他便伪装成学生妹 打着卫露的油头 把乖乖女的继父 骗到了一个荒愤的小屋子 趁机电晕了他 然后用一个钢管来了个暴局 并用唇子直接敲了进去 继父 足 妹子又找到悲剧男 聊了聊他女儿的事情 知道了强奸犯在一个健身房当教练 这天他便跟踪强奸犯 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想来个暗杀 可是这变态力大如牛 妹子在他面前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就在妹子又要被蹂躏的时候 警察来了 这边他也好像急着要领便当的样子 冲着条子就要干架 咚咚咚 条子也不客气 几腔必定 这时警察老大已经摸进了妹子的底细 知道了这些事情都是妹子干的 正要把他抓起来 没想到悲剧男突然闯了进来 一边割卖一边说 所有那些混混都是他杀的 原来悲剧男知道了是妹子在帮自己报仇 便决定替妹子顶罪 自己也死而无憾了 最后妹子已经杀红了眼 那个总是调性和的小混混 他也不犯过 就在马上就要把小混混割喉的时候 警察来了 但这次依然没什么乱用 拐你呀的 先把混混同死再说 妹子涉嫌杀人 当然也被抓到了监狱 但是他的暴力幻觉一点也没有好转 幻想中 欺负他的育友 包括心理医生 都被他乱刀给解决了 这最后已经是心理变态了 或许导演想表达的是 把女人惹毛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最后我想说 一个男人利用自己体力上的优势 欺负女性 那都是懦夫的行为 希望我们的世界以后没有无辜的伤害 小伙伴们 拜拜 关注小林 让我们一起倡游电影的世界